您看到这个充满异国风的台北天母小巷 隐藏着这么一间荷兰风小店 老板呢是一名素人画家 曾经在荷兰住上一段时间 回到台湾之后 原本开画室教小朋友画画 不因为对荷兰的美食跟生活记忆念念不忘 于是在一年前他就开了一间餐厅 这店里头除了吃得到真材实料的 番红花海鲜饭跟马铃薯炖肉之外 还可以品尝荷兰当地特殊的点心 叫做泼飞球 对客人而言呢 在这里是能够品尝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 不过对于老板来说啊 这里更是装满了他对荷兰的思念与记忆 荷兰木鞋欧峰小屋 整面墙的摆饰充满着浓浓的荷兰风情 最佳藏身在台北天母的小店 隐隐透露着和荷兰血脉相连的故事 连厨房传来的美味香气也很荷兰 锅子里拌炒的是迷迭香 鼠尾草 百里香等各式香料 加进猪五花 香味扑鼻而来 再加上胡萝卜马铃薯一挤炖煮 配上白饭和份量十足的炒鲜酥 不少人就是冲着这道马铃薯炖肉 到店里报到 锅盖打开 拌着金黄色泽的可不是咖喱饭 而是店里的另一道招牌 西班牙海鲜饭最重要的灵魂 用顶级泰国米和番红花 焖煮十五分钟 煮成金黄诱人的番红花饭 再加上澎湃的海鲜隔离和花汁 米饭入味却饱有咬劲 海鲜滋味新甜 吃到的都是食材天然的味道 味道很够 然后不是一般外面那种 有些是加香料 它是很新鲜的食材的那个东西 吃得出来的 对对对 也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因为我在荷兰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学荷兰文 那荷兰文会有很多 来自世界各种不同的学生 那学生当中我们就会聚餐 聚餐就会 你带你的好吃的 我带我的好吃的 然后呢大家就一起共享 然后就这样过一个下午 那从几个同学当中 就学到了这个料理 来 你的西班牙海鲜饭 她就是这间店的老板Amy 过去在荷兰和丈夫相识相恋 也在荷兰结婚生子 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阶段 都在荷兰度过 这里有她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也有在异地辛苦打拼的回忆 人到了荷兰你会觉得 大家都很羡慕你嫁到国外去 其实嫁到国外去 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尤其在国外生活 人也不认识 跟我们肤色也不一样 讲话也不通 你又不是说你和文很厉害 或是英文很厉害都不是 那你去人等于是从头都要来过 先生也忙也没有空理你 那你一个人要很坚强 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那你看到照片也知道 都是我一个人带着小孩子到处去 那当然那段时间你不觉得苦 因为你如果苦你就生亡不下去 大约十年前由于丈夫工作调到大陆 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Amy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台湾 本身是素人画家的她 原了第一个梦想开了画室 指导小朋友作画 刚刚好这一幅还留着 这一幅是刚好鲁冰花 新鲁冰花老导演来拍片的时候 刚刚好画的画还留着 所以那时候我们教小朋友画 对 十年后 Amy发现自己还是念念不忘 荷兰的生活点滴 于是在绘画的世界之外 她又圆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梦想 拥有一间满是荷兰记忆的小店 包括店里食物的味道 我们都建议客人连皮一起吃 连皮带肉在锅里煎的是新鲜香蕉 香蕉被归类成快乐食物 香蕉皮还能够抗忧郁 因此被Amy拿来搭配店里的 Pancake煎饼 这是荷兰才可以吃得到的 Purper juice 特制烤盘上可爱淘喜的 小圆球松饼 是荷兰当地的特色点心 Purper juice 拖杯球 也是客人来到店里 必点的一道料理 它有一点点像 有点像鸡蛋糕 但是又不像这样子 它就是有比较Q 口感比较特别 然后再加上一些糖霜 然后就是觉得很特别 不一样 跟一般的松饼不太一样 你冬天的时候 因为很冷 荷兰很冷 那你当它煎好的时候 你撒上糖粉 厚厚的糖粉 然后再加上热热奶油 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 是非常滑嫩香甜 外表有一点酥酥的感觉 然后里面又非常软 柔软的 那种触感是很不一样 再加上糖粉 加上奶油的香味 能够让整个面粉的味道 就散发出来 这里是Amy寻找荷兰记忆的小天地 却也总有新朋友上门 创造新的故事 Amy总是穿坐在店里 和客人交心 有的老客人几乎天天上门 只为了在品尝美食之外 还能和Amy感心聊天 可能是因为 她是从国外回来的 她是比较就是 比较开放式的一个老板娘 然后就是常我们来说 带小孩来 小孩对我有些特殊的需求 然后她都能够满足 而且她跟孩子的感情都很好 我觉得真的像朋友一样 我觉得常常走进这里 我们觉得好像推开那个门片 像回家 客人来到这里像回家 而对Amy而言 这间店像是穿越时空 踏越一万多公里远的距离 带她找回那熟悉 有思念的味道